人設或者整個人物的支持度整個崩壞 所以金曉刀幫忙侯友宜這場選戰 他已經認為侯友已經不能換掉了 不能換掉侯友宜這個候選人 那我換掉什麼 我換掉侯友宜的靈魂 所以馬英九金曉刀馬金體制 就重新灌在侯友宜這個人的身上 重新回來了 所以他提出最近侯友宜不斷的提政策 所謂的重啟福茂 重啟合一合二合三 然後不管是九二共識 或是兵役改回四個月 這個叫做馬金體制回來了 馬英九借著侯友宜這個候選 重新回到國民黨身上